哈囉 大家好 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今天又是各位期待已久的職業選手教學篇 這次邀請到了AHQ戰隊的副指揮 HQ 輝輝 輝 這一集影片中會傳授到 團隊競技快速牆邊滑蠶技巧 想必各位在絕地訓練營第二季EP6當中 已經看過進階級滑蠶技巧教學 這集主要由職業選手介紹職業級滑蠶技巧 如果你也想傳授更多的技巧 也歡迎職業戰隊或高手跟瓜肉交官聯絡 讓更多的隊伍與職業選手到絕地訓練營教學 想要了解職業選手如何使用滑蠶嗎 那就話不多說 直接看介紹去囉 Let's g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HQ的輝輝 我在隊伍裡面擔任的是副指揮與邊線 今天我要教大家倉庫上分技巧是滑蠶 那我們倉庫滑蠶技巧的話 我們先打開我們的遊戲 來到我們的倉庫畫面 滑蠶技巧就是你在邊奔跑的時候按下蹲 它就會進行一個滑步的動作 當你滑步的時候後面有岩頸 你可以迅速地按蹲才會來回滑動 並不會有那種延遲的時候 那我們要如何利用滑蠶來快速變相呢 首先我們先奔跑 距離牆壁到達一定的距離時 你按下蹲 它可以迅速地向另外一個方向 那我們滑蠶其實還有一個小技巧就是 當你在滑蠶的過程中 你還可以迅速開鏡射向敵人 滑蠶也不是倉庫唯一一個耍帥技巧 其實你可以利用高速移動中 開鏡把敵人擊殺 那這個技巧有什麼優點呢 這個技巧在倉庫非常實用 因為它可以比一般做出更多做不出來的動作 因為滑蠶只有在倉庫才能適用 它這個高速移動 像我們一般打的對戰中 它是使用不出來的 哇那在這個高速移動的情況下 還可以做我們的擊殺 那我們一定會很想知道 會不會你平常是什麼用滑蠶來練習 你先打開倉庫 然後在奔跑過程中按下蹲 但是我是會靠著岩體 快靠近岩體的時候才會按下蹲 因為這樣子你從岩體出來的時候 會比你一般跑出來的時候還要快 我給你看滑蠶你練習那麼多的時候 你最常犯的說明是什麼 可能你角度有時候拿捏不好啊 可能就會滑過頭啊 或者是說你敵人其實並沒有找得很準確的時候 你滑出去結果沒有看到人 它就變成一個反方向被擊殺的這個慢動作 那總結今天滑蠶的技巧就是 當你在滑蠶的過程中 你可以接著開鏡跳射跟拜佛 那缺點就是你與敵人的距離你要拿捏好 不然措手不及了就是你自己 那這一集的絕地訓練已經就到此為止 喜歡我的朋友可以到臉書搜尋AHQ灰 或者關注AHQ粉絲戰隊專頁 掰掰 有講真答來囉 我一共在這集裡面講了幾是措手不及呢 想要禮物的朋友在下方留言